鲫鱼躺怎样蹬不行 躺动摆 喝到嘴饮明 而且还斩贼 刮去外面黑色连夜 是第一个关键点 清洗赶进之后 打上滑岛备运 锅放入油少热 打四个子弹 剪至两面井黄 撑戳 再舔少许油少热 放入鲫鱼 小火慢剪 剪至一面井黄之后 反过来再剪另一面 剪黄之后 放入蒋片 蜡烛油 稍微再剪一下 然后加入酥酱的开水 也就是等鱼的重突 不能再加水 是冬白糖第二个关键点 这时候用大火炖 让油脂和鱼肉 溶出的蛋白质 产生乳化反应 再加入少许白醋 去行增小 同时又能增加 鱼肉蛋白质的溶出 放点汤提醒 再放入减好的子弹 由于子弹 蛋黄含有油脂 与蛋白种的蛋白质 也产生了乳化反应 使鱼糖冬白 也能够增加鱼糖的 春后的香味 几时不放在鱼糖中 捡够的子弹 放入水 也能煮出 浓白色的糖 这时候再放入烟 因为烟有炒墙的渗透力 如果放早的话 鱼肉的蛋白不容易溶出 放点个胃解气血 再放入青红角丝和蒜子 撒点胡椒粉 即可出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观看